大家好 感谢您又一次打开房本 最近这个劲爆的新闻是不断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新闻放在一起看的话 你可能会得到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我们今天来说几条 第一条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 唐山昆明 沈阳合肥等20多个城市的多家开发商 因降价促销 被主管部门约谈 8月中旬 唐山市政府约谈了包括一些知名民企 和大型央企在内的10家房企的主要负责人 希望他们不要再降价了 网上有消息说 就在不久前 一家知名房企在唐山丰南区的地产项目 因推出部分工地房变相降价促销 引发了早期购房的业主是围堵收楼处 有部分业主甚至以跳楼相威胁 时过境迁 想象就在2020年的8月 唐山还因为房价上涨过快 在北方地区是一直独秀 被主管部门约谈过 而短短的一年之后 竟然有业主因为房子降价而要跳楼 也不知道是不是约谈的力量有如此之大 现在开发商基本上已经快疯掉了 涨也不行 跌那更不可以 总之有一句话 就独秀通知 请你坐下 第二条 就在8月30日的深夜 北京市公布了迟到一个多月的第二批集中出让土地的详细目录 一共有43块地 我们简单概括一下 它是这个样子的 海淀有4个地块 但这4个地块 都有政府持有住宅产权的预设份额是10% 当然最后到底是多少 还要在这10%的基础之上去竞拍 而且只允许海淀的户籍购买 昌平有4个地块 分别在沙河和六厅饭店附近 五环内的不领铁 那临铁的要到六环以外了 朝阳有11个地块 单一个孙河乡的前尾沟就有6个地块 说到这我想起来 那什么中海时光里朝阳一树 青云上府 那你们几个赶紧起床吧 过一会儿那哥六个来了 你们还不得打架 但最牛的还是大兴皇村的地块 这个不是因为这块地牛 而是它的出让规则牛 这是北京首次试点 要竞拍县房的销售面积 要说这管理层就是高 在北京像这块地旁边的绿地海昆银匪 都已经到县房了 还要打骨折去卖的倒霉孩子 那确实是不多见了 这批土地拍卖的前景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但目前的开发商看到这批土地的目录 和出让规则之后 就像一个在冬天穿着单衣看到了一件打湿的棉袄的人 不穿吧 冷 穿上的 不更冷 第三条 护身两室的上市公司的中报是陆续的发布了 那其中有一条消息呢 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宇宙第一房企 浪科截止6月30日的员工总数是10.58万人 这要比2020年年末的13.35万人减少了20.7% 那尚未发布中报的恒大呢 2020年年末的年报显示 它是有12.33万人 这比它中报的13.16万人就减少了8300人 复利地产在2020年年末仅有员工是3.89万人了 而在19年末的这个数字呢 是6.23万 另外呢 债务爆雷的泰河目前仅剩下了6000多名员工 想当年黄岐森坐在中国院子里 一天面试二十几名高管 动辄开出千万年薪的时代 那是何等的辉煌啊 据克尔瑞的数据 80家典型上市房企的薪酬已经连续三年 这个涨幅在收窄了 而在2020年甚至出现了下降 高管层的降薪幅度呢达到了5%以上 就像孙红斌前两天在融创的年终业绩说明会上 所说的那样 2021年的下半年 这个市场可能会非常的惨烈 房地产行业这个冬天可能会前所未有的寒冷 而房地产呢 关联了100多个行业 这可能会影响到几千万人的生活 时代的灰尘说起来轻松 但真正落到每一个人身上 你才能体会到他沉重如山 不惜一切代价 说起来是威武雄壮 但殊不知 常常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代价 点赞并关注 房理想 让我们透过理想 聊聊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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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感谢观看